透过健康存折的申请,希望能够帮民众整合用药和本诊资讯。 我们几年前看过什么病、吃过什么药,很少有人会记得清楚。 健保局自开办健康存折的服务功能后,仍持续在各地医疗院所进行推广。 这天就来到高雄市立小岗医院来进行宣传, 现场并有专人指导如何上网申请健康存折,掌握就医和用药记录。 我们市立很关心我们每一个民众这个健康, 所以一直想我们有什么样的机会来替我们的民众做更好的服务。 所以我们在9年10月发展一个健康存折, 就是我们过去,我们一年来的在便宜经受药局, 只要是这些便宜经受药局, 是和我们健保署策略的这些医事机构, 我们所有在那边看的病, 医生给我们开什么药啊, 医生给你们做什么样的检查, 医生给我们的检查的报告, 只要便宜经受, 把主料传给健保署, 健保署就用技术, 自然来给它送去我们自己的驾驶宝法里面, 我们就可以透过电脑, 我们给它看得到。 今天, 一段时间来办这个活动, 因为我们小康便宜, 高医来经营已经第17档, 17档来, 小康便宜, 摒持着我们高医医学台阁的精神, 来提供我们小康地区, 大家医疗的服务, 在这, 大家可以看到, 我们小康的原工, 真正在做。 健康存折不只是大人受用, 孩童更是未来长大后可以查询的医疗记录, 而透过记录的浏览, 也能够提醒自己要关注健康。 当天在小港医院现场, 依青春歌舞热闹开场, 并设置了许多胃教宣导和健康检测的服务。 现场民众都十分踊跃参与。 您申请健康存折了吗? 赶快上健保局网站申请, 让自己掌握健康。 法律新闻允许高雄采访报道。